传说李隆基从小就英勇神主 少年朗诚 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气质 不仅自身素质超群 还充分享受着来自上天的眷顾和祖母武则天的欢喜 那么所有这些是历史的真实 还是后人的杜庄 少年李隆基是一个神秘的人 他的早年经历会对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怎样的影响 进行关注系列节目 长恨歌之玄奏出世第二集 幽幻王子 唐玄宗李隆基生于帝王之家 按照常理推测 应该是一个锦衣玉石 无忧无虑的贵族公子哥 过着神仙一般快活的日子 快乐的日子 让他肯定不知道优惠二世的真正 然而历史并不所需查读 真实的李隆基恰恰是生于幽幻 从小宝藏人间的名义 梦不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 必先补其心智 劳其精准 幽幻的语言 会让李隆基得到怎样的动员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福利 将带领走进李隆基的少女时代 进行关注系列集围 长段估值 玄尊出世第二期 幽幻王子 咱们先来理一理李隆基的家系 如果不算武则天的话 李隆基呢 是唐朝的第六任皇帝 那当然如果算武则天 就是第七任皇帝了 他的高祖父是唐高祖李渊 曾祖父是唐太宗李世民 祖父是唐高宗李志 伯父是唐宗宗李浅 父亲是唐瑞宗李旦 了不起吧 这是一个帝王谱戏 他父亲是唐瑞宗李旦 那他母亲是谁啊 他母亲姓斗 斗士 他的母亲呢 不是这个他父亲的正妻 是一个侧妃 但是身世比较显赫 出身于当时著名的 关隆大族 俘风斗士 这一家非常的有名气 那么李隆基呢 兄弟一共是六个人 活到成年的有五个 他排行老三 所以呢 俗称三郎 那我们把这个家系说清楚 大家可能就感觉到了 这个人呢 他的出身是显贵无比 但是因为是庶出 又因为是老三的缘故 应该说他是不需要承担什么政治责任的 按照常理来讲 他就应该过那种花天酒地聊此一生的贵族公子哥的生活 磨难这个词 跟他应该说是一点缘分也没有 可是啊 历史发展往往不遵循常理 因为种种机缘 李隆基的童年呢 不是一个贵族公子哥 相反他经历了三大磨难 保证了人生的心酸 哪三大磨难呢 第一个磨难呢 就是父系凋零 怎么叫父系凋零呢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呢 那是父系社会啊 父亲和父亲的宗族 是一个小孩最可靠也是最重要的保障 那李隆基的父系怎么样啊 然后马上就会回答呀 李隆基父系强啊 你不是刚刚说过吗 这是一个皇帝世家呀 没错 李隆基是诞生在一个皇帝家族 可是啊 在他出生的时候 在他小的时候 这个皇帝家族正在走背字 正倒霉呢 为什么呀 因为一代女皇 武则天横空出世了呀 李隆基他是生在垂拱元年 这就是公元的685年 这一年呢 唐高宗已经死了 当时他的祖母武则天 正在紧锣密鼓的掌握着当皇帝 那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啊 武则天就杀了自己的二儿子 就是废太子李贤 当然大儿子早就死了啊 杀掉了二儿子 废太子李贤 又把这个三儿子 就是后来的唐宗宗李贤 从皇帝位置上给拉下来了 给贬到地方去了 就福利了自己最小的儿子 也就是四儿子李贤 当皇帝 那本来呢 这个李贤 他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最小的那个儿子 按道理讲 皇帝是无论如何 轮不上他当的 但是呢 就因为这么一连串的政治变故 这皇帝的帽子就扣到他头上 那么李隆基呢 也就因缘际会诞生在一个皇帝家庭 可是啊 他的父亲李旦 虽然有皇帝的名分 但是并没有皇帝的实权 他呢 不仅没有实权 事实上啊 从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 他就被母亲给软禁起来了 闭门谢客 那么李旦这个皇帝闭门谢客 谁在真正行使权利呢 当然是武则天了 所以武则天啊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 离君临天下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我们也知道 从无冕到有冕 可不是戴顶帽子那么简单 中国古代都是一家一姓的王朝嘛 要想改朝换代 你不仅要换一个皇帝 还要换整个一个皇族 所以这个武则天当时要想当皇帝 要做一件大事 就是把李唐宗室都得给铲除干净 所以呢 武则天就在锤拱四年 也就是李隆基年方四岁的时候 干了这件大事了 当时唐高祖 唐太宗 唐高宗三代皇帝的子孙 几乎就被他杀光了 那我们说几乎就被杀光了 就意味着肯定有没啥的 他没杀谁啊 他就留下了两个活的 就是他自己的三儿子李贤和自己的四儿子李戴 把自己亲生的两个给留下来了 可是虽然这两个孩子留下来了 但是老三李贤呢 已经被他远远的贬到南方 贬到房陵去了 因此李隆基自从出生之后 就没见过自己这个伯父 身边呢 自己父亲那边的亲戚 其实就父亲一个人了 那我们要说这个父亲一个人有 也可以啊 但是这还不算晚呢 就在李隆基五周岁 六须岁的时候 一个更大的变故发生了 六百九十年 武则天终于改唐为州 自己当了大洲帝国的开国皇帝了 那李诞就不能接着当皇帝了 当什么了呢 李隆基的父亲李诞就被降为皇嗣了 降为皇嗣也并不轻松 他呢 整天得防着武家的侄子们 对他的暗箭相伤 因为武家的侄子也想接武则天的班啊 一看皇嗣在这爱手爱脚啊 所以没事就算计他 让这个李诞活得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我们这样一说 大家可能就明白了 李隆基小的时候啊 日子过得并不好 什么父亲的保护啊 叔伯的爱护啊 基本就都谈不上了 自己的生命都有可能受到威胁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 是不是意味着李隆基他父亲那边的那边的亲戚 他一个也见不到了呢 也不是吧 我们讲过一个人跟他有关系 他的姑姑 大名鼎鼎的太庭公主 当时留下来了 因为姑姑是个女的 不可能跟奶奶争皇帝的位置 所以奶奶把姑姑留下了 这是李隆基小时候唯一能看到的父亲那边的亲戚 那我们分析分析 他跟这个姑姑是不是感情就得特别亲呢 不尽然吧 因为太平公主和李诞 在武则天时代的处境可太不一样了 太平公主是得宠的呀 而李诞是受猜忌的呀 太平公主又是一个乖女儿 很会洞察母亲的心思 在那种情况下 他不见得愿意跟自己的哥哥李诞多来往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不管是不是亲近 反正这个姑姑是小的时候李隆基唯一能看到的父亲那边的亲戚 因此恐怕也存在着一种依恋之情 这是我们说父亲那边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 为了保障政权的稳定 武则天不惜一切手段 遏制李藏王室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李诞一家人活得是战战兢兢如履躲避 少年李隆基不但没有享受到一个公子和英勇的快乐 他得处处小心谨慎 没说 在父亲这边 他得不到任何庇护 但李隆基的母亲出身名门望处 如果父亲无奈的话 母亲会不会对他呵护有加 李隆基母亲那边就更惨了 干脆就被武则天给杀了 怎么回事呢 我们刚才说过 李隆基的母亲是出身于福丰斗士 是一个大族 这个大族怎么一个大法 斗士的曾祖父叫做斗炕 其实就是李唐王朝开国皇帝李渊的大舅子 是李唐的国舅爷 因此李诞和这斗士其实是表兄妹关系 唐朝贵族呢 流行亲上做亲 这个斗士呢 又温柔美丽 性格也是温良公俭 让俱全了 所以长大之后呢 就顺理成章的嫁给了李诞 被李诞封为德飞了 跟李诞感情很好 给他生了一儿二女 这儿子就是李隆基 那么李诞对这媳妇很满意 他妈武则天对这个儿媳妇满不满意啊 这个史书没有记载 不过呀 就在长寿二年 也就是公元692年的正月初二 武则天用实际行动对这个儿媳妇表态了 那天是大年初二嘛 按照规矩 儿媳妇要给婆婆去拜年去 所以呢 李诞的这个德飞 斗士 还有李诞的正飞 刘士 两个人就结伴去拜见武则天 无数人都看着他们进了大殿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看着他们出来 多像鬼故事 一盏灯进去了 再也没有一盏灯出来 两个年轻貌美的妃子 就这样人间蒸发 尸骨无存 那我们也知道任何鬼故事背后都是有人在操纵的 世间没有鬼 那操纵这两个妃子死亡的人是谁呢 当然就是武则天了 那武则天为什么自己要杀儿媳妇呢 按照史书的记载啊 直接原因呢 是有一个宫女叫做伟团儿告密了 据说呢 这个伟团儿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宫园 看上李诞这支潜力鼓了 想要傍上他 以后自己没准捞点好处啊 就勾引这个李诞 可是没想到李诞呢 不为所动啊 不领情 这不是很伤害人家卫团儿吗 卫团儿啊 就觉得你不让我痛快 我也不让你痛快 一股怨气就撒在李诞的两个妃子身上了 就跟武则天那告密 说这两个妃子呀 实行压胜之处 半夜在自己的院子里买小铜仁 这小铜仁就是武则天嘛 然后诅咒这个小铜仁 诅咒皇帝 那诅咒皇帝是罪该万死的事情啊 所以呢 武则天把他们干掉了 应该说也是顺理成章 可这事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呢 这事不可能那么简单呢 因为伟团儿不过是一个宫女 借他俩胆子 他敢随便诬陷黄寺的妃子吗 万一调查出来不是这么回事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呀 这是表面上看是一个桃色事件 但是背后必定有人在指使 谁在指使啊 我们看侦探小说知道一个原则 就是谁受益 谁就是嫌疑人 那好 当时整李诞的妃子 谁受益呀 当然是武家那些侄子们 因为武家的侄子正在跟李诞争夺对武则天的继承权 如果他们能把李诞的妃子扳倒 势必就会牵连到李诞 如果把李诞从黄色的位置上搞下去 他们就成了武则天的接班人了 以后他们就是皇帝了 有这么一个阴谋 有这样一种想法 所以呢 他们就指使为团儿干了这么一件事 那倒是说武则天 他心里清楚不清楚这个问题 我想武则天是一个明白 他对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 那很清楚 他为什么还要杀这两个妃子呢 很简单 因为他的皇位确确实实从儿子李诞手里夺 他对儿子一家 是始终有那么一种忌惮之情 防范之心的 现在既然有人挑事了 那他就将计就计 敲山震虎 震一震李诞看 李诞看 还想看看我把你两个妃子杀了 你李诞什么反应 你要有反应 我把你一块做掉 那李诞什么反应 李诞没反应 饮食起居 请安问号 一切如常 不仅他本人没有反应 他还严格教导 这两个被害妃子的小孩们 你们也要 保持冷静 不要流露出一丝一毫 不正常的情绪 那你想对李诞基 这样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来讲 对母亲的突然死亡 表现出一副冷漠的态度 这是何等残酷 又是何等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可是李诞基办到了 为什么 环境催人成熟 没有办法 那么按说 儿子这么窝囊了 我昨天这个当母亲的应该放心了吧 没有 他照样不放心 因为儿媳妇虽然死了 但是儿媳妇有娘家呀 我们刚才说了 儿媳妇的娘家 窦氏 那是一个大族呀 那还有可能暗中支持李诞这边呀 怎么办呢 所以就在窦飞死后不久啊 又一起压盛案 被告出来了 这次的被告 是窦飞的母亲 说这老太太办事半夜也是在那诅咒武则天 诅咒皇帝早死 好给他女儿报仇 好让他女婿接班 这事情当然很多人都是不认可的 所以审来审去 审了一段时间 最后斗士全家都被流放 那这样一来 小小的李隆基不仅失去了母爱 也失去了来自外祖父那边的支援 这叫什么呀 这就叫做乌漏天逢连夜雨 破船又遇大头风 很是凄惨 不过呢 就像他父亲那边还留下了一个姑姑太平公主一样 母亲那边也有一个亲戚留下来了 谁呢 就是窦飞的妹妹 窦姨 李隆基的姨妈 咱们现在讲母亲那边的亲戚啊 我不知道啊 别的地方如何 我们家那边呢 有一个说法叫做娘亲舅大 说母亲这边的亲戚是舅舅最为尊贵 最为重要 不过这是现在的看法 唐朝人不这么看 唐朝呢 这个仪是非常重要的 仪号称 从母 就是半个母亲啊 身份也尊贵啊 跟这个孩子呢 也亲近 现在看 李隆基才七岁多 就失去母亲了 窦飞的妹妹就出现在了小小的李隆基身边 把他啊 整天带着 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这也成为李隆基童年时代难得的一个依靠 父系的凋零 母党的死丧 少年的李隆基 果真就应了那句生于忧患的名言 少年时代的李隆基 在缺少父母的呵护下 他自身的命运又会怎样 李隆基的这个童年时代啊 史书记载不多 留下来的呢 就是三个故事 这三个故事都挺有趣的 我也都给他起了名字了 哪三个故事呢 第一个故事 我管他叫摔不死的故事 说李隆基三岁 其实这是虚岁啊 周岁一岁半的时候 有一次呢 武则天抱着他 停来远跳 那么武则天嘛 是一个政治家呀 脑子里军国大士多呀 就抱着抱着就走神了 脑子不知道想哪去了 手一松 他把小孩子掉下去了 那周围的人害怕呀 赶紧都叫唤着上来 抢这个孩子 怕摔死 可是呢 他动作慢 谁也没有够着 孩子还是掉下去了 那么掉下去呢 他没摔死 不仅没摔死 小小的李隆基 还怡然自得 笑了 这就叫摔不死的故事 据说这次事件之后呢 武则天是嘖嘖称奇啊 觉得这个小孩不寻常 这是第一个 摔不死的故事 第二个故事 我也给他起了一个名字 叫摸大脚的故事 挺有趣的 这在太平广记里有记载 给大家读一读 说唐天后 常遭诸皇孙 坐于殿上 观其兮系 取西国 所供玉环 串碑 谈 列于前 纵令争取 以观其治 莫不奔经 后有所获 读玄宗端座 略不为重 后大齐 扶其被曰 此而当为太平天子 遂命取玉龙子 以赐 什么意思呢 说呀 天后 其实就是指武则天了 曾经有一次 抱着一帮孙子玩 武则天坐殿上 让孙子在下边 玩着玩着呢 武则天突发奇想 拿了一个大盘子 里面摆满了珍贵的玉器 像什么 玉环呢 玉串呢 玉杯呀 玉碗呢 都摆在里头了 跟那些小孙子们讲 你们都来拿了 谁抢了哪个 就给他拿 这不就摸奖吗 这些小孩就都抢啊 每个人都抢了好多 可是呢 只有李龙基 他在那端坐不动 好像是闻所未闻 看也不看 武则天一看 这个小孩表现不一般 就摸着他的背说 这是太平天子啊 取了一个最贵重的 一个玉器 玉龙子赐给他 这是摸大奖的故事 李龙基不摸 但是最后还真是重大奖了 那么第三个故事是什么呢 第三故事啊 我给他起名字叫闹朝堂的故事 那是在李龙基七岁的时候 当时呢 武则天做皇帝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觉得这个心情很好 心情很好呢 就影响到了身体机能了 所以是这个发白在黑 齿落更生啊 头发本来白了又黑了啊 牙齿本来掉了又长出来了 焕发了人生第二春啊 武则天很开心啊 一高兴 就让自己的孙子 就是李旦的这几个儿子 李龙基这几个兄弟们都出格了 出格是什么意思啊 出格不是我们说出嫁这个意思 是指啊 让他们到宫外居住 给他们人身自由 不过这些小王子们虽然出格 可是呢 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 都要到殿里来拜见这个奶奶 拜见皇帝武则天 那么有一次呢 李龙基就来拜见来了 正好呢 那天是武则天的堂职武一宗之班 武一宗咱们讲过呀 人长得特别猥琐 行为更加猥琐 但是呢 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堂职 所以眼高于鼎 母中无人 那现在一看 小小的李龙基带着自己的仪仗队来了 别看见年纪小 但是呢 一味整齐 落落大方 怎么比自己这个大人看着还有拍呢 这武一宗很不高兴 就想教训教训这个孩子 想要折一折他的锐气 于是呢 就对着李龙基的这个仪仗队发话了 赶紧出去 哪有这么拍班的 等我们叫你们再进来 李龙基别看人小啊 可是不吃素啊 一看武一宗这么张狂 他马上脸就板起来了 说这是我们家的淘堂啊 管你什么事啊 你有什么资格来呵斥我的卫队呢 把武一宗给搞得灰头出脸的 那么武则天在上面看这个小孙子啊 十足的一个小英雄嘛 也是哈哈大笑 以后非常宠爱这个孩子 童年时代有这么三个故事 如果这三个故事可以属实的话 那足以证明小小的李龙基 虽然没有父亲母亲那边特别强有力的保护 但是照样是英明天纵啊 而且连武则天这么一个不一般的人物 都承认他不一般了 可见真是不一般嘛 可是重要的是 这三个故事是真的吗 少年李龙基固然生长在一个特殊的环境 但是按照现存的史书记载 不良的环境并没有影响他的成长 相反 刚刚讲过的三个故事 给幼年的李龙基 评贴了不少神秘的故事 这是后人的杜撞 还是历史的真实吗 我们一个一个分析一下 第一个摔不死的故事 它是真的吗 它肯定不是啊 因为一个孩子 他掉到地上可能摔不死 这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是绝对不会摔笑 怎么也得摔哭了呀 所以这不符合常识 再说了 这个故事把武则天当成什么人了 当成我们普通退休大妈了 没事就在那抱孙子 不是 武则天是皇帝 哪有功夫在这寒衣弄孙呢 不符合武则天的形式分子 第一个故事是假的 那我们看第二个故事 摩扎奖的故事是不是真的呀 这故事也不是真的 这故事最致命的错误是什么 说武则天扶着李隆基的背说 这是我们家的太平天子 这是不可能的呀 因为我们知道李隆基 他是述出的老三 按照中国古代敌长子继承制的原则 怎么也轮不到他来当什么太平天子啊 武则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 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来呢 另外这个故事里表现李隆基 那是木呆呆的呀 人家都又走又跑又跳又叫 他居然在那儿无动于衷 这是个傻孩子呀 可是我们觉得呢 李隆基后来呢 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不符合李隆基的这个性格 他的特征 所以我们觉得第二个故事呢 也是假的 那第三个故事啊 这个闹朝堂或者骂朝堂这个故事 这是不是真的呀 这故事啊 流传特别广泛 而且就记载在旧堂书里头 应该说他的可靠度是远远超过前两个故事的 而且呢 这个故事里李隆基 英气勃发的样子 也比较符合他日后的这个特征 所以我认为这个故事主体是真实的 可是我要说他主体是真实的 就意味着我肯定觉得他某一部分不是真实的 哪一部分不是真实的呀 这个故事的结尾说呢 李隆基啊 表现着很有英雄气之后 武则天对他非常赞赏 从此更宠爱他 我觉得这一部分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 就又出现了李隆基的母亲窦飞被武则天杀害的事情 这意味着什么呀 我怀疑啊 正是李隆基当时一句无心之言激起了武则天的疑虑啊 你想一个七岁的小孩子都能说出来 这是我们家朝堂 这样的话 那他家大人怎么想的呀 是不是复辟的贼心不死啊 可能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离律心情的刺激之下 武则天对儿媳妇痛下杀手啊 那如果我这个猜测成立的话 李隆基小时候这种啊 英气勃发的表现 不仅没有让武则天这个奶奶产生后继友人的自豪感 从而宠爱这个孙子 反而成了李隆基家庭悲剧的刀火索呀 那这样看来呢 这三个故事都有不靠谱的地方 基本上是属于帝王神话了 那我们说这几个故事都不靠谱啊 李隆基童年乃至少年时代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呀 关于李隆基童年的三个小故事 蒙马老师认识 他们不过是一些帝王神话 是什么想象出来的东西 在那个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李隆基 不会有如此的神气 那么李隆基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真实生活呀 一言以蔽之 地位一将再将 幽幻远远多余暗乐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看李隆基的履历表就知道了 李隆基取得的第一个官方身份是楚王 这是他在虚岁三岁周岁一岁半的时候得到的 为什么他能当楚王啊 很简单 因为当时他的爸爸李诞 还在皇帝的位置上呢 皇帝的儿子嘛 自然封为亲王 所以小小的李隆基就当了楚王了 这是第一个身份 但是呢 这个身份啊 到李隆基周岁五岁 徐岁六岁的时候 他就变了 从楚王变成林姿王了 从楚王变到林姿王 一个是两个字的王 一个是三个字的王 它意味着什么呀 这个意味可就大了 意味着从亲王变到郡王 但要知道一个字的 那是亲王 两个字的啊 就是某王 这是亲王 某某王 这就是郡王 亲王和郡王 差一级呢 为什么李隆基这时候 这个身份变了呢 也很简单 因为就在这一年 他的奶奶武则天当皇帝了 那他爸爸李诞就不是皇帝了 不是皇帝降为皇嗣了 爸爸身份跟着降 儿子身份也就跟着降 从楚王降为第二个身份 林姿王了 降到林姿王啊 这个林姿王他当的也不踏实 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 李隆基七岁多的时候 因为母亲豆妃被害 武则天对他们一家防范心加强 所以呢 又把他们给转禁起来了 原来出阁 这次重新入阁了 转禁起来 那人身自由就没有了 幽禁在后宫里头 那这种转禁的林姿王的身份 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持续到了公元六百九十八年 也就是胜利元年 李隆基十三岁的时候 当时武则天经过多年的摇摆 终于决定啊 让儿子就是三儿子 李显当皇太子 把他从房陵给召回来了 也就是说 武则天呢 表明了一种还政礼堂的心计 这对于整个礼堂宗室来讲是大好事 可是对礼堂宗室来讲是大好事 对于李诞来讲就没有那么好了 把三儿子从房陵召回来当皇太子 对于李诞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他十几年的皇寺白干了 以后接班轮不到他了 那么武则天不让他接班了 让他当什么呢 这时候啊 武则天把这个李诞封为相王了 那好 随着李诞这么一封相王 李隆基就又接受了他的第三个身份了 什么身份呢 还是林子王 那咱说还是林子王 怎么叫身份改变了呢 此林子王非彼林子王也 当年他是林子王的时候 是皇寺的儿子 皇寺约等于皇太子 以后没准要接班 以后他就可能晋升为皇帝的儿子 可是现在他这个林子王是相王的儿子 相王就不再约等于皇太子了 以后也不能当皇帝了 因此啊 虽然名号没有变 但是李隆基的实际地位下降了 当然了我们也知道任何事情都存在着两面性 就是所谓的祸福相依了 李隆基虽然说失去了以后成为皇帝儿子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 他得到什么了 他得到了久违的自由啊 就在这一年武则天呀 重新让他们兄弟几个出阁啊 这时候呢 他已经13岁了 童年基本上就过去了 那我们就可以说 自他记事以来 李隆基的身份是一将再将 忧患多于安乐 甚至是忧尽多于自由 那我们把他的童年这个经历交代清楚了 我们就得分析分析了 这样的童年乃至于一点点少年时代啊 对于李隆基成长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给他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总结了四点影响 第一点影响叫做少年已知仇滋味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这句话是从新积极那个词里套过来的 新积极说了少年不知仇滋味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啊 微负心词抢说仇 一般少年人确实不知道什么是仇 但是李隆基不一样 他在小时候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忧愁了 虽然他出身高贵 但是受时局的影响 他从小就饱肠忧患 绝不是一个只知享乐的公子哥 一个二十祖 相反 他从小就熟悉宫廷斗争 深知政治的险恶 这对于一个以后要和政治打一辈子 交道的人而言是一个难得的力量 这是第一个影响 少年已知仇滋味 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 第二个影响就是他使得李隆基 从小锻炼的心机生存 可以起路不行一次 每个人其实都有天真的童年 李隆基也不例外 但是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七岁小孩子的无心之言 居然可以导致母亲的死亡 那么任何人恐怕都能学会心机生存 这是环境释然 练就了这样的一种心机 那么第三个影响是什么呢 第三个影响是多才多艺 刚才我们讲了 李隆基和他的兄弟们在一起 被武则天关紧闭关了整整六年 这六年里呢 他们也不能出去玩 也没有什么人来拜访他 能接触到的是谁呀 只有他们的爸爸 李诞 还有他爸爸养的一帮月骨 那么李诞是什么人呢 咱们在武则天系列里讲过 李诞是一个文青啊 文学素养很高啊 能写诗 更擅长写字 那现在武则天既然把他从政的道路给斩断了 李诞也只能是规规矩矩的在这教儿子念说了 因为他这么用心的教 李隆基用心的学 所以长大以后呢 也是有文学才华的 那么另外 因为父亲养着一帮月宫 没事吹拉弹唱 李隆基受到他们的熏陶 从小他的音乐天分也被充分发展起来 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事情 但是这些爱好都陪伴了他的一生 以后能够成就他的名声 这是第三点 多才多艺 第四个影响是什么呢 第四个影响是情深印重 李隆基这个人重感情 就像人在沙漠里才知道水的可贵一样 人在感情的荒漠之中 也才能知道情义无价 李隆基他不是一个密官里泡大的孩子 自从七岁多母亲气势以后 他没有享受过多少来自家庭的温情 正因为如此 他对身边的亲人都有很深的感情 就拿窦妃的妹妹窦姨来说 这个人 他在李隆基后来当了皇帝之后 被封为邓国夫人 所有儿子都当大官 为什么 李隆基报恩 另外呢 对于跟自己一块吃过苦 这个关过禁闭的兄弟 李隆基也是手足情深 他的这份感情 会对他日后的政治产生影响 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以后再说 那我们现在看李隆基有了这样的一些素质 但是我们也得清楚 当时他还不是一个真正值得注意的人 他是从小在政治漩涡里摸爬滚打 但他仅仅是一个孩子 他不是一个政治人 要说他当时真正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那就是他的名字 大家肯定奇怪吧 他的名字有什么特殊啊 他不就叫李隆基吗 因为排行老三 所以就叫李三郎吗 后来这个庙号是唐玄宗嘛 后来呢 因为嗜号叫做啊 智道大圣大名孝皇帝 所以民间又叫唐明皇嘛 这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吗 这些是没有 这些也是大多数人知道的名字 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 李隆基还有一个名字 是一个外号 叫阿蛮 阿蛮是什么意思呀 阿蛮是曹操的小名啊 曹操在唐朝可还不是像我们后来这个戏曲那样的大白脸 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奸臣形象 对于唐朝人而言 曹操固然意味着多功于心计 义正义协 但是同时也意味着雄才大略啊 人们管李隆基叫阿蛮 这就意味着对他这种素质的肯定 那么功于心计又雄才大略 这是什么人的素质啊 这是政治家的素质啊 只不过这时候还没有机会 那么机会会很快到来吗 咱们下集再说 一次还政于李隆的政变 让九经磨难的李隆基重新找回了皇祖公子的自私 可是 以此争权夺利的斗争 又让本来没有干系的李隆基 踢入了人生的争权 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长恨割职 玄增出智 第三期 因获得